处理啊 为例 那么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上一节课的 bpt了 那么这里面就是主要是讲啊 这种支付支付 支付流程中啊 一个支付结果的一个 支付系统中的支付结果的一个回调处理的流程啊 银行啊 扣款成功 通知支付平台 支付平台进行各种的订单处理账户加款积分啊 记录会计啊 通知商户啊 然后再通最终啊 通知电商平台 就通知商户了 通知电商平台的一个流程 那么针对这个流程啊 这个流程我们知道 因为刚这个流程中我们 呃 会跨多个服务啊 在一个在我这个订单服务里面 为了实现我这个操作 我需要呃 调很多个服务啊 包括在订单服务里面调资金账户的服务 调积分账户的服务 也要调会计的服务 同时也要调商户通知的服务 那么这种快多个服务通知啊 必然遇到分布式事故的问题啊 因为都不是都是不是在 一个本地库里面啊 一个团体应用里面实现的啊 我们是在用啊 分布式啊啊 为服务加构里面去实现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啊 我们看啊 这种方案我们去优化 我们往下看 好 针对我们上面的场景 我们这里画了一个比较相对啊 清晰一点的一个流程图啊 就是商户啊 他去创建订单啊 请求啊 请求支付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创建订单啊 创建订单 我在支付平台这里面就会啊 创建订单之后 以后就跳出支付网关啊 让他选择银行去支付 银行支付完成啊 银行这边支付成功 OK 就会有一个返回一个通知结果 给支付网关 支付网关 最终啊 通过这种 最终会调订单啊 订单这里面就会进行订单的更新啊 进行给资金账户的加款啊 给积分增加积分 然后啊 记录会计 记录会计 当然啊 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针对上一步啊 上一步 我们这里流程啊 把商户通知结果在最后才发送 这个流程 我们 在真实的应用中 我们是做了优化的啊 就网关 一旦判断啊 银行返回我通知是成功的 我们直接就等于是同步去处理订单 然后同步去处理商务通知 因为银行已经明确告知我这个结果是成功或者失败了 我 理论上这个时候我是可以直接去通知商户是成功或者失败了啊 这是这么一个流程 啊 这里面做了一个优化啊 针对这一步啊 我们是把这种商务通知啊 直接放到 网关里面去 其实这种真正应用起来啊 你会发现啊 结合业务场景啊 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去调整啊 去优化的 那么这个时候 当我们把这种商务通知提前之后 就发现我们这种是不是针对这种分布事务处理又简单一点啊 那么 针对这里面啊 你们看到我们这里面就会有有可靠消息服务啊 还有这种tc操作 那你看到 呃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可靠消息这里面啊 加到这个订单处理之前 因为银行把一个结果啊 扣款结果通知给我们网关 啊 我们不能因为我订单内部的处理啊 失败 而把银行通知国结果给废了 让别人重新通知 而应该是把银行通知结果 先用一个可靠的把在一个消息服务里面缓存起来 缓存起来之后 ok 用让消息服务来确保啊 后面的订单啊 去进行持续的去处理啊 这是一个这么一个流程啊 然后呢 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呃 针对这个订单啊 资金 订单 资金 账户和积分账户这三个服务 因为这三个服务是 在一个系统中啊 他这个业务流程 你要么就 同时成功 要么就失败 不能出现说我订单 处理成功 钱没加 或是啊 订单处理成功 积分没加 这个是不允许的啊 所以说 这三个你要么就同时失败 让他接下来整体重做 所以说 这三个又流程啊 就是要保持比较严格的一致 这里面 说 这一块啊 就 用了啊 我们这里面用tcc来进行控制啊 他就 捆绑成一个整体了 基本是可以这么理解啊 然后往下啊 就是当我们这种 业务整个流程没问题啊 上面这个订单处理各种都没问题 就像ok 我们这里才会去 给 会计系统啊 易步的 通过可靠消息来记录会计服务 这里面 那么我们这节课啊 主要是针对这几个方案 等下来给大家做这个演示 我们往下看 那么我们看一下 前面看到的几个场景啊 我们的可靠消息 可靠消息最终一致性方案啊 我们就是 用用在哪里呢 啊 应用场景就是用在 呃 对应啊 指费系统中的 会计的一部一部记账 就是上面这个PPT 这里的 会计的一部记账 然后 呃 然后就是 银行通知结果信息的存储与驱动订单处理 就是这里面这一个环节 所以说 这个 可靠消息最终一致性啊 其实在很多场景中啊 它的应用范围 也是应用 应用适用性啊 是比较广 另外一个TCC 那么TCC这里面其实它是 啊 补偿型啊 同时它也是两阶段型的一种实现 对吧 但 那么这个 它在应用场景 它就是对应支付 支付系统一个订单 一个 订单和账户的一个操作了啊 这里面包括订单处理 对吧 然后 资金账户的处理和基本账户的处理 那么这个 最大努力通知情 那你们这里对应就是 商户通知的业务场景了 这里面的商户通知 看到啊 就我们收到银行银行的 通知结果 扣款结果啊 网关确认 这个结果 并且 确认之后啊 他就会去给商户去发动通知 那么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 这节课啊 这节课中我们的实现分布事务解决方案一个 支付系统啊 我们是在上一节课我们讲了 我们是在农果 农果学院开源的农果支付系统上去实现的 那么这里面啊 我们是在农果支付系统里面进行了一个精简啊 并且做了一个分布式服务化改造 啊 得来的啊 那我们这节课 为什么我们要拿这个 农果支付来做这个场景呢 理论上 我啊 原本上我们这个 这个方案啊 是在我们的一个标准的第三方支付系统里面去 实现啊 并且从墙上去用的 但是由于啊 我们的 大支付系统啊 来拿出来讲这本课啊 比较麻烦 比较笨重啊 所以我们考虑到我们 有 开源的一个项目啊 我们直接拿它来做稍微的改造啊 因为我们要实现的 实现的主要是这个分布事物啊 然后就是 分布事物就主要是在这个 支付啊 支付结果处理这个环节啊 是比较经典的场景 所以说我们直接在这个 农果这个支付 微支付系统上啊 直接就去提取了啊 这么一个应用的案例 那 那么这个案例用到一个技术这块 我们就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里就不讲 好 我们往下看 然后我们这一刻 我们用到的一个 部署的环境啊 我们一个物理机 物理机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大耳雷服务器 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一个 针对我们的应用案例啊 我们这里面会有一个 虚拟机 我们把这个物理机进行的虚拟化 虚拟化的话 在这上面 布这种应用啊 我们有应用 应用场主机啊 这里面主要是 啊 还有有服务 这里面这一场服务是不我们的微服务了啊 我们这里用double的服务 然后数据库 主机啊 其实数据库压力是最大的啊 我们这里面配备是比较高的 另外也是mq mq机群 我们 我们这里面的mq的话 呃 用了actmq 理论上 我们这个方案是可以兼容 只要你是无论是lockymqluckymq啊 其他的 只要兼容jmsmq 我们这里都是兼容的啊 可以 我们往下看啊 啊 我们这节课 我们主要是针对这种场景啊 进入测试案例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进行这种测试 展示 那么在测试验证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一个项目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就是 龙果的啊 龙果刚才PPT里面讲到的啊 就是居 龙果学院开源的一个支付系统上去 开发调整的啊 这一个 我们这里面有 针对这个项目 我们拆了有好几个的一个服务啊 服务场就是这个 分布式服务场啊 有其他的 这个是我们的运营系统啊 然后下这个这个是我们的 呃 支付网关啊 支付网关 然后支付网关 再下这个这一个是等于是我们的一个模拟商场 其实就是等于是这个商户啊 商户里的界面啊 到商 不是商户界面哪些 等于是商户看 看这个图啊 对应这个图里面啊 这个商户系统 这个环节啊 这个 那么ok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针对刚才这一个运营系统 我们看一下 啊 我们去到这里面有 支付啊 支付的一个 订单啊 这里面看得到啊 我们这里面有些是模拟的支付啊 有些是真实的支付啊 我们等下也做笔真实支付给大家看一下 啊 那么这上面的话啊 有支付记录啊 支付记录啊 有支付订单 一笔订单可以进行多次支付嘛 这里就会有支付记录 对吧 然后这里面有 账户啊 账户这里面就是资金账户了 账户历史 但我们另外有一个 呃 积分账户啊 在这个运行的我们不查 我们直接从数据库去看 啊 也有一个账户的一个历史啊 变动历史 啊 上面就是用户 这个用户其实就是商户啊 商户一个收款 啊 上面支付管理啊 真的一个啊 我们这里打通了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啊 就这个这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是从农果 农果支付啊 农果学院开源的农果支付里面提取出来的 所以说这里面这现在提供的样力里面其实也是完整的支持这个 微信支付和农果支付的一个流程 那ok 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演示一笔 好吧啊 我们演示一笔这个 呃 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模拟商场 模拟商场你可以理解啊 就是我们为了辩解啊 直接就是等于是 呃 模拟这是一个商场了啊 就是直接在这里面我要买个东西啊 直接用 微信和支付宝来支付一个体验 ok 我们接下来 尝试支付一笔好吧 我们这里点 支付宝支付 ok 我这里少个码 啊 扫码支付一下 好 稍等 我就正在扫码 好 看看 扫码成功 好 这里面看到没有 扫码成功了 啊 我这边去付款啊 数密码 ok 这里会支付成功啊 啊 这里面就开始走把去回掉了啊 就其实等于是银行扣款成功啊 啊 模拟回掉 回掉网关 啊 然后网关这边最终会 跳回到 啊 这里面是我们能够宣布然后还有一个收银台啊 最终 跳回商户平台啊 这里面其实等于告知商户啊 我这个扩码成功了 给我们来运营系统 我们看一下 这笔订单 看到没有 这笔交易成功了 就是刚刚刚刚刚做的这一笔啊 这笔已经交易成功了 那么现在看到 哎 看到 看到这里面这个数 记录数啊 这里面是刚才是订单数是 啊 800啊 数据可能还好 那么 等下就可能有这个整数方便 我们接下来再去做其他一个压测 一个统啊 就异常测试的一个统计了 啊 我们接下来 去看一下啊 那么针对刚才整个支付流程啊 我们要去做这个 呃 测试啊 那我们 但我们这个测试 我们不可能一笔一笔的去模拟这个支付宝啊 模拟微信支付来扫 用手工扫 那么是肯定 形成不了压力的 那么为了这个 呃 达到一个更好的模拟效果啊 我们这里面在我们这个 模拟商 模拟商商场 模拟商货平台这里面啊 我们加了一个测试类 这测试类作用是什么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 我们支付平台上面 现在是有 呃 有五个商户 看到没有 有五个商户 这里五个商户的话 其实有用户信息 有支付配置啊 用配置 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商户的一个 key和密钥啊 这里面 那么我们这里面就是输了 这几个密钥跟这里是对应的啊 你们看一下啊 这里面一一对应 五个密钥 那我们这里拿其中三个商户啊 拿其中三个商户 来进行这种模拟 这三个商户 其实我们这里是 每一个都添加一次 这等于是等于是模拟 每一个 啊 商户的账户都会有两个并房的请求啊 这种方式啊 然后接下来这里去创建啊 这里面是 签加商户 这里面去等于模拟 去 模拟掉网关来进行支付 啊 这里面就是 呃 模拟创建订单 这个地方是这个 模拟创建订单的一个请求啊 然后这里去请求我们的支付网关 请求支付网关之后啊 我们就其实等于创建订单嘛 创建的要去跳去支付 然后这里面我们为了达到一个更好模拟效果 我们这里直接就 也会模拟一个 呃 支付网或是微信啊 生成一个成功的 通知结果的流程啊 因为一定是模拟成功 才有意思模拟失败的话 我们这里就不会遇到什么都是问题的 因为模拟失败 我们这里不会给账户加款 也不会给其他基本账户加款 也不会记会计对不对 啊 这里面只有这个模拟成功 所以我们这里就等于是 啊 少等片刻 少等片刻 这个地方其实等于是模拟 我们手工去支付 等待 局付 然后啊 支付完成的银行通知结果一个过程 那么这一个的话 我们这里面是等于是 这么一个模拟一个过程了 那么我们针对这个 现有的数据啊 在测试之前 我们先去 确认一下 在我们测试之前的我们的 出手化数据是多少 啊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我们有五个库啊 一个账户库 啊 一个 会计库 这个是基础库 基础库有商务通知 公共信息都配置多在这里面 有个订单库啊 有一个 积分库啊 积分服务 那么这这么多个库之间啊 它就会有 啊 每一个服务之间啊 它肯定都是 服务独立部署 库也是独立 如果是 呃 在服务之间 相互调用 肯定就会遇到分布式问题了 那我们在这个之前 我们先确认一下相关的数据 OK 那么我们 这里面啊 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测试数据是怎样的 模拟测试的数据啊 我不是讲真实测试 我们刚才真实测试是一分钱的 那我们模拟测试是 等于是模拟是 呃 在下面这里啊 是一个对应的金啊 看这个 啊 每一笔啊 交易金额是10块钱 我们按商户设置 百分之零点八的手续费 就在这里啊 百分之零点八的手续费就是按照用户 他设置的每一个 呃 支付场景 啊 这也是设置他多少手续费 呃 看一下啊 手续费这两次没展示 啊 这里面我们 手续是没展示啊 这个界面的没展示啊 我们不管啊 我们知道他是收 百分之零点八的手续费啊 然后每笔 每笔 订单金额是10块钱啊 我们测试数据啊 然后就等于是 每一笔收 八分钱 啊 啊 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 呃 测试数方式啊 对对对 看到这个 菲利 我们这个菲利这里看到没有啊 就是 啊 百分之零点八其实就是千分之八了啊 那么一毛 一笔订单10块钱就收八分钱手续费啊 订单系统啊 啊 我们这里面就会有一个 呃 这里面有很多种订单的一个状态啊 有自己 每笔 如果是模拟的话 每笔成功的支付订单是 进账是9.92啊 9.92块钱啊 然后积分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 呃 每笔成功啊 就是加10个积分 每一笔啊 我们也给他加10个积分 然后会计这块的话 就会 啊 给 创建啊 每一笔成功的订单 就会给 向会计系统里面创建一笔会计的原始 啊 记录评证啊 然后就会商户通知 就会给商户发通知了啊 那么 这一块 我们先确认一下啊 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测试数据 对吧 我们要先 在测试之前 我们先确认一下当前 在我们没执行 我们这一次测试之前 我们的数据是多少啊 OK 我们这里面先看看订单库里面 订单库 运行一下 这里面的话 其实这第一个 第1个是总订单啊 总订单数是这个 刚才我们看得到的 我这里面先做个标记啊 总订单数是这一个 然后 对应的 这一个是支付成功的订单啊 当前是当前已经成功的订单 是这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其他状态的订单了啊 这里面就可能是 支付中啊 支付中的订单 这里面因为有些订单 我创建了 我在测试的时候 我创建订单 那是还 那边 没模拟成功的话 查证明会有些支付中的订单啊 还是这一个 OK 我们再查 确认一下啊 资金账户啊 当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数据情况 因为我们只有确认当前的数据 我们等下测完之后 我们才能够跟当前数据去做对比 才能有意义 是吧 啊 这个是当前资金账户的 啊 资金账户的一个 账户的一个总额 但总额 刚才因为我们测有一些比数是 是一分钱的 所以说这个比数到时候按照总数除以9点左右 这个比数可能就对不上了 我们先确认一下啊 这一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账户的一个变动历史 一个总记录 这个 总记录 那么这一个 第三个是什么 就成功支付对应的账户变动历史 一个记录数啊 就是已经成功了啊 就是是加款了 并且是确认的 状态是确认的 啊 叔叔 我们这里看到 当前的账户 账户啊 成功账户 这种账户变动记录数跟我们上面的成功的订单数是一对应的啊 看到没有 啊 OK 我们再看积分 积分平栏啊 积分是在下面 换 积分的话 一个就是积分总额 积分总额是每一笔加十块钱啊 每一笔加十个积分啊 十个积分 那么他这里面这就是 我不管你订单 现在是多少啊 都加十个积分 因为知道我们这个样例是 啊 模拟用的啊 我们这个项目是为了这个做这个交产用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写定 每一笔是十个 然后 第二个就是成功的对应的一个 记录数啊 成功的 一个积分 变动记录数 这里面啊 其实就是假说这个也是啊 当下还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一直撬上来这系统的一致的啊 然后 会计系统 我们再看看会计系统 对吧 对吧 会计系统 就是每一笔成功地呢 这里也是记 记那么多笔的一个13万多啊 要比的一个 记录啊 我们现在先把这种数据记出来啊 然后后面才会有等 等向我们去做这种啊 整的这种分布式误解决发案 做这种异常测试啊 测试 测试完的数据啊 拿着跟现在的这种数据去比 就知道了 然后商务通知记录 这个商务通知 因为商务通知是最大努力行 消息有可能会丢 对吧 但是我们会给商务提供这种 一步查询啊 允许他按需查询交对的一个接口 所以这里面啊 这种信息就不一定会 真实对得上 那么我们也要把这个 这种初始化数据啊 先记下来 因为我们主要是对的是等一下测完之后啊 这种记录数是多少 然后这里面我跟他讲一下呢 因为我们正按照我们现在当刚才模拟并发 按照我们这个刚才看到的服务器各种部署环境的一个硬件的配置 我们知道这套系统我们刚才在模拟并 等下我们在模拟测试的时候 大概就是可以去到10到15的一个并发 每秒的并发啊 啊 ok 我们接下来的话 数据已经注入好了 我们现在接下来开始模拟啊 模拟这种植物的场景 模拟去运行 那么我们先让数据在跑啊 我们这里写了写死的一个数是什么呢 啊 现在是等于是有 三个商户 每个商户有两个县城啊 然后每个县城跑 这里模拟10万 其实等于是让他一直跑下去了啊 让他一直在跑六个 我们开始运行 运行的时候 我们先在运行之前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订单现在是不会动的 对不对 然后这个 我们还有另外的话 确认一下当前是有多少笔的交易是 刚才我们用真实之物把交易的一个 123 4笔 啊 五笔啊 大这笔有五笔 ok 你们记好啊 这里有五笔 五笔是 五笔是一分钱的啊 其他都是10块钱的啊 我们接下来开始跑这笔数据 啊 我们在运行 运行的时候 我们会看一下我们的服务器 这里面 因为我们1624布了我们啊 为服务一些基础依赖的东西 主要是我们的服务布在我们这个 163上啊 啊 这里面 看到呢 我们有些程序在这上面啊 我们看一下啊 看着他的一个压力 啊 我这个压力并不大啊 有12% 我们该再做这个压策啊 只是我们是做了几群啊 双几点 ok 我们这里再让他数据这跑吧 没事啊 我们这里顺便看一下 我们这个 看这个double的管控台 我们这里面是 因为我们用了double的 这种啊 服务的一个框架 对吧 我们是做了这种为服务的一个部署 对着做了这种规划 对吧 看到这里面啊 每一个啊 我们确认这个数据 现在都是我们134啊 13163 164上 我都不在上面的啊 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 包括我们的一个 这个会计啊 这个是账户accounting是会计 然后这个是包括我们的交易 交易都是在163 164上 没错吧 怎么样 大家劝一下啊 方案是真的 不是假的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数据 看我们的订单数据 当前都在跑啊 现在每秒 你看到我们一秒刷一下 一秒都抓 加 大概加十几笔上去吧 所以我们的并发啊 这里面都是一笔在做的 那么其实现在等于是我们的账户 这边的钱 你们来看啊 我们下面这三个 这三个账户的钱 现在也不断的在往上加 不断往上加 账户历史也不断的在增加 其他的话 我们来看 另外的话 我们看一下数据库服务器 这一个是我们的数据服务 看到数据服务器 我们是给了个十核 刚才看到的十核 十核的话 我们这里已经跑了多少 跑到了 跑满八个 八核了啊 跑满八个核 是 现在是这里是等于是 有八个核被跑满了 你看到这个cpu啊 百分之八百多 其实等于是跑满了八 八核 刚好十个核 克里这里刚好对得上 说这块 如果是我们压力 测试压力再大的话 我们这个服务器就扛不住了啊 说资源有限 并非我们这里不想向大家演示更 复杂的一个更庞大的一个压力的数据啊 真 但是真实场景就可能真正生产中 可能我们会配备很多应用服务 应用服务器啊 数据服务器其类的 OK 我们这个另外一个通知啊 因为我们通知并发其实并不大 我们这个通知的话 通知这块 我们只用了单 其实也够了啊 他的压力现在是百分之一 百分二 看这种数据 OK 我们接受来这种数据一直在跑啊 让他不断的在跑 跑的过程中 我们来 来看啊 我们接受来的执行 我们刚才看到了啊 我们要模拟什么异常了 我们这里模拟三个异常 一个就是 定单服务器系统 有一个故障 我们先把定单服务器系统 假如我这定单整个都挂了 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了啊 然后就是基因服务又 基因账户服务啊 也解除故障了 这又会怎样子呢 对吧 还有积分 还有会计 那么这里面我们都尝试啊 先后把这几个服务 关掉一遍 我们来试一下 这里面我们看得到啊 这里面啊 等一下啊 我们相关订单啊 订单是这个脆啊 就这一个 你先把这个订单啊 刚才这一个啊 关了 啊 撇拭一下 因为他是集群啊 说这个脆就已经关掉了 当然我们还要去164上去关 因为他是集群 但有没有关成功 我们看这个double管控台这里面也能看得到 看得到 我们这个订单现在应该是只有一台机器了吧 现在只有164 我们把164订单给关了 啊 我订单给关了啊 ok 关了是不是也关了一会啊 关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订单应该 执行查询 应该查不了了啊 订单应该查不了 应该是异常了 ok 证明已经全部关了 我们ok 没透过情况 我们先又把它这个订单给启动起来 ok 订单现在已经等于是完整的挂了一次 对吧 我们看在等下 我们看这种数据他会不会出问题 对不对 ok 我们不管他都关了 关不关订单 订单先关了 对吧 关了等于这个订单服务啊 我们也把它起来 让他减少一种压力啊 好 那么这个订单已经关了 我们接下来的话 尝试去订单 除了国账啊 我们可以去 呃 关一下 关一下 怎么呢 关一下会计行不行 反正我们也轮流关 我们不管哪一个 对吧 把会计先关了 可以吗 会计系统 如果 因为会计我是调远程服务的 如果会计失败了 对吧 理论上会计里面是不会有数据在写进 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 呃 会计服务啊 把这个脚本 我们考过来 用会计这个 会计 对吧 现在数据是不是一张 我现在我把会计给关了 又怎样 哎 这个 因为他是做了机群啊 这个关起来 有点 麻烦 啊 这会计 关掉 这边也去 关掉 看看那会计还有吗 没有了 会计已经关了 是吧 证明关一下可以了 关一下 我们再来 查一下我们这个数据 请留在这个时候啊 会计这个时候 证明会计服务管完是不会 网上就写数据了 我们再把这个会计启动起来 证明会计用起来 我们再看一下会计有没有 OK 开机会计就有了啊 那是起了一个 第二台机器还没起来 啊 那就算你喜欢 也是查取其有一个都可以掉得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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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安一起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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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t啊 选项 好 启不启动一个节点也没有问题 让它跑这边 好 起来 两边的起来 管它 好 OK 那么我们刚才 呃 跑了这个订单啊 也关了订单 也关过会计 我们再关一下 是吧 把账户啊 积分啊 这种跟分布式务 关联的这几个啊 我们这里面不是刚回到我们这个方案上去看 是吧 我们跟分布式务关联的有几个啊 订单 是吧 订单 基金 积分 会计 我们把资金 和 积分也关一下 看看是一个什么 积分啊 资金 啊 为了省点时间啊 我们就稍微关一下 然后就 启动 模拟它一个故障 OK 这个账户也关了啊 账户这个时候 账户应该 啊 没有了啊 账户关了 OK 我们再把它启动 啊 模拟账户 好 看有没有启动啊 这里面account是没有了 我们再刷一下 account又出来了啊 证明账户它这个时候也 启动 啊 有了啥 两个都启动了 OK 模拟账户也挂了 我们再模拟一下 积分啊 积分也关掉 啊 我们先后啊 我们都试一下啊 看这种最终 他这种数据能不能一致啊 好 应该都关掉了吧 基本现在应该也已经关了 这里面判斧 OK 没了 明显是没了 啊 啊 启动 我们把积分也启动 啊 OK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它一直在跑 对不对 我们现在等于是 整个 一场流场 我们都模拟过一遍了 对吧 啊 这里面的话 OK 积分也起来了 我们这里面 这个过程 我们把这个业务停掉啊 我们就 看一下啊 等下我们去对一下这个数据啊 看这个 准不准啊 就是说 我们 为什么要这么去对数据呢 啊 你们看一下 因为你想 针对这个 这个流程 啊 如果 如果 如果没有分布式事务的一个保障 资金账户啊 如果在我在不断做交易过程中 不断做交易过程中 我这个资金 如果是金账户啊 出了问题 那么 这一块的话 我们这里啊 就金账户肯定会有丢很多资金的数据 对不对 资金数据先肯定会丢 对吧 说说啊 如果是同样的 如果积分服务啊 没有分布式务的保障 那么 积分也会丢数据 同样的 如果订单啊 订单这一块的话 订单这块 如果是没有这种可靠消息最终一致保障 那么他里面的订单啊 网 网关 我们像这个网关里面发那么多要 创建的订单啊 给他多那么多数的一个支付结果通知 这里面肯定也会丢数据 同样的啊 往下啊 如果是这个 可靠消息服务啊 不起作用 那么我这个会计里面也会丢数据啊 那么 主要是这几个流程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去来核对一下相关的数据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先停下来了 我们来按照刚才我们这些脚本 我们核对一下啊 这些数据刚刚是 这些数据是刚刚测的 对吧 我们先看一下当前的订单是多少数据 当前的订单是 看啊 14100总订单数 对吧 我们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啊 这个放在第二位啊 这是 测之前 这个测之后的数啊 然后这里面成功的订单 是这个 141077 我们看一下 是这个 141077 证明到现在的话成功比数应该是这一个减这一个 对吧 然后 失败的比数啊 这里面可能啊 这里面为什么有一些未支付成功 因为我们刚才在模拟支付看到这个模拟支付 我这里是创建订单 这里创建订单 创建订单之后 我稍微等一下 对吧 然后这里下去发成功能 而在我们的关闭 关闭这个程序之前 可能这上面是很多是在创建订单 但这一步还没来到 对吧 因为我们有差不多有几个的病发在这里跑 所以这里面就会 每一次关掉 它都可能会加几笔这个 未支付的订单在这里面啊 这是我们等于是 加了五笔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再下资金账户 资金账户 看一下 靠是这个 金账户这里面 首先是总额 总额是这个啊 这个是 总额 然后 这个是 定单数 就是账户变动历史成功 变动历史数 这里面也是141077这个对得上了 跟定单 跟定单完全对得上 这个是 这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支付成功对应的账户变动历史记录数 没透过 没透过情况 我这个账户变动历史数跟我账户的 变动历史总数啊 是一样 如果是没有异常的情况下 我们这里是 一样 这个跟这个只是一样 现在最起码证明订单跟我账户是没问题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就是 积分 因为 订单 资金账户和积分账户是在 呃 TCC里面控制 说这三个 一定是要严格一致 如果有不一致的 肯定出问题 OK 这里面看到每一笔订单10个积分 所以这里面是 1410770 这里面数据也刚好对得上 好 这个订单 这一个看当前的数据来看 这里面的订单啊 订单的数据啊 是完全 没问题的啊 141077 无论是在我的这个 呃 订单 订单这个成功订单 还是我的成功积分 啊 还是缺了我的资金账户 啊 资金账户 还是订单数 分对得上的啊 另外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会计啊 主要是看一下会计 甚至会计这个没看了 一个对象 我们再 算一下 来 141077 非常成功 那么我们这一个方案呢 啊 这里面啊 已经完整的啊 告知啊 这个方案是 问题的 那我们再查一下 我们这个商务通知啊 通知 通知这一块 我们看一下 在基础库 这个数据 我们只要看差值啊 看相差多少 商务数据是预取丢的啊 我们这个是尽最大努力通知型啊 但我没特殊情况那一般也不会丢 那我们 ok 那么这个测试完后的数据 我们都拿出来了 我们对一下 那么我们针对这里面啊 其实表面上其实大家应该看得到了啊 订单总额数 订单总数 那么我们主要是看成功的订单数啊 成功订单数 那么成功的订单数 我们最终是这一个值 对吧 他们 我们拿这个值去减一下 我们算一下 我们 粘贴 减去 这个数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一共跑的多比交易啊 抽那么久 五千 五千二百九十六比 五千二百九十六比 那么五千二百九十六啊 我们这一个就是成功订单 我们测那么久啊 他们成功订单 执行那么对比 同样的啊 这几个值肯定是相同 因为他最终的结果是一样 然后账户的总额 我们拿这个账户总额 这个额 减去 原始额 初始额啊 刚才在测试之前的初始额 因为只算笔数不算金额 这也是有点耍流氓 对吧 我们不想在这里耍流氓 OK 这是一个差值 而我们刚才讲模拟支付是每一笔是9.92 9.92 我们再除以 9.92 等于 五千二百九十六比 OK 非常的准确啊 这一块 啊 这一个变动历史 那么这 这一部分就基本不用对了 他这个数据基本都是 啊 有模样的 那么这一块的话 余额啊 积分这里一样 啊 积分这里面 其实就是 多了个零嘛 每一笔订单十个积分嘛 其实最终就是这个数啊 这个数 所以说这里面啊 会计会计的原始的记录跟最终的记录啊 初始记录跟最终记录也是一样的 然后商务通知 我们看一下商务通知 拿这个商务通知 但商务通知我们也没有关过啊 商务通知不是我们测的重点 但后面我们主要是会 讲上商务通知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方式 啊 五千二百九十笔 这里面他就 呃 可能特殊原因 因为订单那个原因 订单被关掉了 订单这里面没通知 上面可能有些 啊 他就会 丢掉一部分啊 所以说 订单这块啊 我们这里面 啊 是允许丢出去的 说是这一块的话 特殊情况下 那么这种情况 只能 我们支付平台提供这种 接口 让商户来主动查询啊 说这一块的话啊 就是 正常现象啊 说这一块 OK 那么我们这一块啊 最终测试的结果啊 我们这个方案能够 完整的满足 我们现在 做这一刻 这个 方案的需求 就是 订单服务集系统故障 是吧 基金账户都故障 积分也故障 那么这一块啊 话题都故障 但是当系统你恢复之后 我们都最终把系统都恢复了 那么数据都保持 最终一致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方案一个效果啊 那我们这个方案的话 可能啊 就是 在 这一节课啊 我们不会提供圆满 等到我们接下来啊 把这种方案的话 深入的去细讲的情况下啊 我们就会把 多种方案在实际用中 你给我可能会多种方案穿插着用 你会看到这里啊 这网关之后 有一个可靠消息 推驱动的订单 订单之后 我会嵌到着TCC TCC 之后还会嵌到一个会计 那么针对这种复杂的场景 有什么注意点的呢啊 这里面 其实在我们的实战过程中 我们遇到过无数的坑 啊 那么这些当然啊 这些经验 我们在后面的话 都会逐一的跟大家进行详细的讲解啊 去到每一个方案 点的情况下啊 我们都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好 那么这节课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